在家里搞家宴嘛 我有几次去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这个家宴 我一推门进去 总有一个水瓶坐难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有一个人在那 嘚嘚嘚 高弹哭了 所有人在那听 水瓶坐的人 嘚不嘚 不好意思 你不是嘴嘚 我不是 我不是 我这家大事呢 小战的马爷子 对啊 我就那个开玩笑 就是他总会有一个人 说特别多 然后不断地讲他的事 然后大家听 然后呢 有几个人会在那和弦 然后总有一个人呢 是那种什么秘书 或者这种这种角色 负责把所有的事情 给安排好 结果我发现 那个饭桌上 他会自动地 就发生这种角色分配 那天我看一位 外国相亲的网站的 说也不叫 他们叫约会 约会 说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跟咱们这岁数不一样 这男的都能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俩人就是交友软件 约了 啪 见个面 见个面之后呢 这男的看了看 就说 建议咱们俩 share一个汉堡包 然后呢 就弄一个汉堡包 汉堡包来了之后呢 这男的把这个汉堡包 一切为二 然后看了看 自己又把那大的那个 然后完了最后 就说这个AA制 后来他们讲这个段子 就说什么呢 说你看西餐呢 它AA制有合理性 它是分餐制的 一个人一个 那确实可以分得清楚 中国人实际上呢 是分不清楚的 也就是你在国外生活过 你觉得他们说的那种 说老外真的就是这个AA制 甚至AA到夫妻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分人 分人分人 但是有 其实有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要抢着买单 他们会特别惊讶 我就前一阵子 我在英国 我跟几个朋友 其实我们都还是 就我们以前是同学 都算比较熟的 然后去博物馆完了 大家就喝杯咖啡 其实没几个钱 然后倒要买单了吧 其中一个就问我说 他先说你这能报销吗 我说不能报销 然后我一想说 我说这没几个钱呀 你想就一杯咖啡 就是几个英镑嘛 我就买了 然后我就想还要 因为我信用卡 还要分开很麻烦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 就非常惊讶 她就 她当然就很感谢我了 但是那种感谢程度 我就觉得像我 请了一个什么大餐一样 她就是特别感谢你 我就不至于吧 就几帮钱 但是他们呢 有时候就咱们中国人 讲面子面子好 他们现在英语不是 也收录了这个词吗 就是那个save face 但这个是一个 很中文的表达 他们说那个老外 如果在中国住过 他们会明白你在说什么 叫那个save face 他们 他们说他们一般 不这样认为 他们所谓的面子 就是尊重 是那个respect 就是你对我有足够的尊重 就够了 不像咱们的面子 好像分得很细 甚至要到 怎么样才算个面子 怎么怎么样 就很复杂 光有面子不整 面子得有 光怎么解 怎么理解 就是别人看得见 得让别人看见 还有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就是说是 不是一个平等的 就是说 你比如说 送我一个 三百块钱东西 请我吃三百块的饭 我要比你多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 日本人说起来说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是吧 所以日本人送礼 都送很小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点了一桌子菜 也有这种 就是要让你觉得 你的礼物非常贵重 或者你请的饭非常好 它不是从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买单 可能也是 他们那边平常都是 大家都是 就是说被惊到了那种感觉 对 对 但有点被惊到了 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早期吃饭 就有人特别爱请客 他其实是他的社交 对 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家业 谁家菜 他们家呢 就是在家 就是在一个宿舍楼里 他买了 当时买了两个大的房子 给打通 然后他们家的厨房 可能还衔接的 其他房子 就是一个正经的操作的厨房 永远有三四个厨子 在那儿干活 他们家是吃流水席的 吃流水席呢 永远是桌子拼桌子 大桌子套 小桌子 就是不规则的一个桌子 然后呢 因为我跟这个人还算挺熟的 但是我没去过他那儿吃饭 他三番五次的邀请我 吃他们家家宴 那我就去了呗 那我认为 你要请我吃饭 就是有限的人 什么大家说说话 但是他那个家宴 永远有生人进来 就是吃半截就会有人 我可能知道你说谁 对 非常有名 然后不停的要加凳子 加凳子呢 就是加凳子 加到什么程度呢 加到最后就是 咱俩虽然不熟 咱俩得坐一蹬 就是因为人太多 然后呢 吃饭的时候 最后出来以后 他们就问我 有什么感受 我说唯一的感受 是我平生没这么吃过饭 就是全侧着睡 因为人太多了嘛 他把那十个人 上面能坐二十个人 那筷子 我说我从头到尾 都是这么吃饭 要不你这么转过来 不够宽吗 左撇子还不行 不是 左撇子也就侧着睡也行 就是 就是他就是 就是从我到来到走 他是不停的上菜 这个菜吃完了 你可能也走了 下方又来人 又吃 他那个饭 连周乱的吃 非常有名的流水席 在北京 很有名 后来据说后来帮了 你说这些人 他过的是个什么瘾 我就不知道 那时候 因为他是宿舍楼 一进他们家门口 那走廊里 就是那个 二十四瓶一箱 那塑料框里 剁着那啤酒 剁着 像那个餐厅里 都没那么多啤酒 他就喜欢这事 他往里搭钱 没有人给钱 到这都是白吃的 就是突一热闹 而且在这一桌子上 从你进来的时候 人家已经正在吃了 你甭管什么点进去 你人家正在吃 等你走的时候 还有新人来 就是这样 就像以前那种人 不是有门客吗 门客就在我 就是那种主人的感觉 这是典型的流水席 他是觉得这样 有面子 对 有面子 你说上海人 会干这么吃亏的 也有 也有 刚才马老师说这种也有 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家 就是他们家里就是这样的 他们家就是 24小时都有 都有热菜热饭 随时都会有人进来吃 就是 不是像他 江湖老大的感觉 他不是还有一个 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 比如有的人 那个晚上11点钟来 或者什么样的 那我上一会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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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志 台湾的那个张洪志 讲 我也倒是 也是类似于这种 哎呀 我说这个 非常感动人的 就是说他 他太太不是过世了吗 对 说到他太太一个段子 就是说 他当时张洪志 只有他是开共识的 像那种什么 罗大佑啊 什么什么 杨德昌啊 这批人 都是当时在玩电影 那么都没共识 那么就叫那个 就是说 要叫那个 张洪志出面 对 这帮人都是半夜三四点钟 都会来敲他们家门的 一敲门 他太太就开门 就第一句话 就是说 吃过饭没 说没有 他太太立刻做饭 我说这种老婆 我说真的是 打登陆都找不到啊 半夜两三点钟 他还没起床 他老婆就起来 他老婆是个台湾 很有名的一个美食家嘛 所以大家愿意去吃也 就是去前几年突然过世 完了他在上海 做了一桌他太太的菜 好像在杭州也 对 杭州那次请我去 我就是因为录咱们节目 也没能想到到 就是他家里就变成一个 就是随时过来就吃饭 他太太就起来给做 就是这样 那他这种亲力亲为也太少了 我说那是家里有厨子 其实在中东也有好多 也是吃就是吃饭 那个面子更吓人 比如他今天要请你吃晚饭吧 你早上就得去 那算 你得在人家家里待一天 他一个是跟你 就是说他吃饭 除了吃饭本身是个面子 就耗时间 你得跟他耗时间 就是给面子 你早上就得去 开始 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 就陪他看电视 你也得去 然后呢你吃完了吧 你至少得告别三次 你就这才能真的走 不行 不行 你再待会 跟谢幕似的 我就觉得这种 中国人你看一见面 就是吃了没有啊 这个吃是挂在嘴边上 你看过去 七十年代的时候 有票证的时候 多少户人家 过年的这顿饭 要凑 要几个月买东西 凑这一顿饭 对 你说是吧 就是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文化 这个 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而且呢 就是还真是 就是说这种饭局的主人 我觉得是一类 很特殊的这个人 你像我有的朋友就这样 我就很钦佩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呢 就像你说这个类似于流水席啊 他这个后来我想象一下 实际上他就是家里啊 就没断过人 对 这个这个巨大的这种交集能力 你现在要像我这个宅男 我的天啊 那不是精神崩溃了 他就是 高兴 然后呢 你可能这一家人呢 他就是杭州的名人 上海的名人 或者北京某个圈的名人 谁来了朋友都知道 往他家带 对 他呢 就是坐在那儿 哗哗哗哗哗 当然 你不能从实 你也可以从实际的角度 去理解他 那当然这个关系网 是不得了的 对吧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 就是他过这个瘾 他心理上极大的满足 对这咱就折磨呀 我就说 大家从早 你得穿 至少你得穿好衣服吧 这家一拨一拨 一批一批的就来 尤其他变得非常有名的时候 就在流水席有名的时候 全是生人 就是都是生人 有时候还一开始 还介绍介绍这张三李斯 后来就谁也谁都不认的 就也没介绍也没介绍 就不介绍了 吃完就抹抹嘴子走了 都特高兴 你像那个 你讲这个 我就发现 有的人 你比如说 那个美国有个艺术家 叫那个 Andy Andy Warhol 现在不是卖上亿的那个 Andy Warhol 他到最后呢 就是他有一个 那个大的loft 就一个车间 最后你就觉得 所有的纽约的 这个社会零散人员 街上的流浪汉 精神病 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 带着人就到他那儿 就吃喝 他当然跟他搞的艺术有关系 他就可以关了 不是他甚至他路 他就路 所以后来有些人就说 他利用这个 一些个比较弱势的人 他就不管他永远看着 也有这个 就乱七八糟的那种畸形的人呢 各种各样的人都知道 他这个大车间一样的地方 是一个 就都往这来 他拍 最后一直到发生了一个事嘛 就是他拍的一个 街上的一个女子 最后 冲他开了一枪嘛 就是重伤 就发生那种事 美国一个那个作家 叫杰克伦敦 他也是 他都后来发达了 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 巨大的庄园 叫狼巢 还是叫什么巢 野兽的这个 然后集中所有的 你能写东西的人 全部到他那边 认识不认识不管 就是 最辉煌的时代 喜欢巨人 然后最后着火烧掉了 这整个一个大的庄园烧掉 现在唯一保留 这个就是这种文化的 就是那个农村的葬礼 农村葬礼都是吃流水席的 对对对 农村葬礼还是以来人多为荣的 就是谁家老爷子死了 说吃三天大席流水席 人来的 来的越远的人越尊贵 他还不是说你身份 比如你说我赶了五十里路 来吃你这顿饭 那你就是贵宾吃吧 结婚没有吗 结婚没有 中国人一定是重死不重生的 生不不重 结婚也吃啊 生不不吃啊 结婚没有吃流水席的 只有死亡吃流水席 结婚就是那一顿 完了散了 死亡是 死亡农村吃三天是正常的 有钱的人就三天从早吃到晚 然后那个丧葬文化 那个就是 那个吹鼓手呢 就唱歌的 现在有唱戏的 什么都有 那就是一天都不 那嗓子都不咸 比如说一个聚会了 实际是一个 十里八 如果你这个人是很有名望 或者就是有钱啊 然后十里八岁的人都过来吃一顿 所以问题是 永远是谁来买单 你比如说 所以我又想起说 您说这上海 他们现在这个婚礼 您说到底是赚钱的 还是亏钱的 那真的要看 但是一般我听他们说 二婚的时候就不 不办 二婚就 就就 悄眉声的 就就就就 也不请也不办 他们说现在上海这个 这个这个红包得一千 对啊 就是一千 一千算是 我不止一千 一千就是个饭钱吗 他们就说广东那边的红包 就特别小 就是特别小 为什么这个红包 上海的红包也那么大 可能也是历史造成 比如说三年前我送了一个给你 对吧 你现在总得加码 对你要加一点 就是越加越多了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都记得账 有一些有一些年纪大的 他甚至于家里都记账 就是人情啊 都会记账 上海丈母娘都说什么的 整个婚宴吃完了之后 冲着那个疲惫不堪的 那个新郎新娘说 晚上睡觉前把红包数数清楚啊 什么呀都要交给她 是吗 有的是 因为她会去 她要去还债 对 因为之前是她 比如说她是 就是她欠了人家 或者人家欠了她的 这个人情得归到她这儿去 好啰嗦呀 这个好麻烦呀 是麻烦 是麻烦 因为呢 这个是联系到70年代 60年代生活经验过的这些人 就会出现这种事 将来我相信也没有 因为这一代人的家长 都是六七十年代 都是非常紧绷绷地过日子的 我觉得那种人情 它就是个家属 那种面子 我就觉得你活半天 就觉得你这一辈子记的账 都是给别人活着 对 所以我就在这点上 我觉得这个上海的很多 现在还有的这个风气啊 我就觉得特难理解 按说上海人是最实际的人 对吧 但是呢 他的就是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买戒指 买婚戒 那可能隔壁那个阿姨就来了 这是81分的 说还是还是有点小 那等我们女儿结婚的时候 还是要一克拉的好 然后说这个大一 就是他有一套 你得按照这个来 我有时候就想 你像咱们这种 我尽管也的 我就不办了 行不行啊 你干嘛不办 不办会在他周围 社会里造成什么呢 你办不办 就要看你跟你 你妈妈的关系了 对不对 对 你有的家里就是 孩子不听父母的话 他完全也可以不办 但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孩子 是被家长控制的 那么家长 你你也不能说他不好 他参加了亲戚 很多很多的婚宴 他他他红袍都送出去很多 对不对 没机会回来了 上海人的 这个要算清楚的 就这一块地方不不清楚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过着一样的生活 你知道我对上海外滩的一个印象 当然他们都说上海人不逛外滩 但是我每次去上海外滩 我都必须看见的一个 就是一堆那个白裙子 就那个白婚纱 那个新娘 就有点灯灯灯灯灯 跑到那个草地上 照相 就是 就是为什么都要这么一样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这些人也并不一定 真正的是上海人 都是新上海人也有可能 他要造一个像 然后能机会老家给大家看 我在外滩结婚 但因为这城市里面 没什么地方可以照相啊 结婚的啊 你比如说像 像俄国不是什么 莫斯科红场啊 或者什么地方 也是这种 现在变成一个习惯 我这一代人好像还没有 结婚要婚纱要拍照 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几个地儿嘛 一个是青岛的八大关 一个是这个厦门的古浪雨 我在古浪雨 那时候不是古浪雨 我老去嘛 看那个婚纱照 哎呦 一个婚纱照把我惊着了 那女的 因为我先看 那是正面打白婚纱 哎呦 那很漂亮 一转身后背 昨天晚上急得火大 全是拔罐子 那红劲 后背跟金钱包似的 全是 我说这得多的火呀 因为他裸着背嘛 那就是他也着急啊 你看他那什么婚纱 多美 他不定着多得急 其实上海人就是一个方面 特别实际啊 其实也不止于上海人 但是一方面又特别爱面子 他是特别实际 特别精打细算的 做着一个很不实际的一个事 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英文你讲那个social code 就是其实是一套社交的这个密码 就是说你不这样做 就是别人会说你 你觉得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交密码的网络当中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可能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刚兴起的 有人什么旅游结婚 就是他不办婚宴了 就是去旅游了 我就听见大人背后会说 他没办呢 他没办你就会被人家非议 其实上海人是很重 就是说人家背后会不会说你啊 或者怎么样 很累 刚才那个文涛说的 他是一个 好像大致上面 上海有那么一个情况 但真的落实在个人上 也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有的人也就不 周围 我也有些 我刚才在想 有的人也就 悄悄地办一下就好了 或者说 我们认定了上海人会这个一样 但是他有各种各样 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饭局 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段子 我觉得这个真是 就是我们既定他 他是一个坏人 或者一个 非常明显的 这个人是一个标签 就是有一个人是 后来嫁给湖南城 叫蛇爱珍 上海话的过去叫 八仙人首首 就是等于女流氓 叫八仙人首首 据说他枪法非常准 他是百步穿扬的 这么一个人 后来嫁给一个 一个七十六号的 那个叫谁 就是一个司机家出生的 后来被那个日本人暗杀的 他是属于汉奸 那么当时在 吴四宝是吧 对 吴四宝 他当时在孤岛时期 就是这个七十六号 和那个国民党 互相关系非常尖锐 首先从银行方面 银行方面 今天我打死你一位 你明天 我们必定会打死你 双方暗杀人 都是饭局上面 他们吃饭 就是说 就里面讲一个段子 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行动了 那么就在一个饭 一个包间 那么这个蛇爱珍 就是说他不放心 他说等一会儿 今天你们要行动之前 我进去看一下 那么手下人就带着进去 进去一看 一个包间 可能是我想象中有画面 门帘消开 一看里面 坐了一座人 对着门的这一位 然后手下人就在耳朵上坐 一会儿就把中间这个 这个人是银行副行长 我们等会儿行动 就把他打死 然后这个蛇爱珍就说了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蛇爱珍就说 这个人太帅了 这个打死他好像帅了 还是换一个 边上有一个老头 一个大马子 等会儿就打这个人 就是说蛇爱珍这个人 给我的印象中 就是大致的印象中 就是心狠手了 但是这一块上面 还是个颜值狂 结果真的 蛇爱珍一转身一走 过五分钟 枪手就进来 对着这个正门 就一个大马子 大马子是死得很冤枉的 就因为我有马子 就是边上那个人帅 我就去这个比方犯局 发生这种事情 全靠脉相好 上海人不是这些 脉相好 脉相好 能救命啊 上海人爱讲这个脉相 这个是个怎么理解 您比如说我看 您有的 看来你对上海人 特别熟悉 过去交过上海女朋友 大概是 我想交 真的想交 但是他们看不上我 就是觉得就是 不可能 脉相不好 脉相很好的 我脉相很好的 很好脉相好 现在好了也完了 不会吧 就是你看 你这个好朋友 叫毛尖啊 我看毛尖写文章 他写这个金爷 就是说他是典型的老克拉 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名称 所以老所谓的这些老克拉 什么什么 这个是范围很大的 这就是年纪大的上海人 就是classic 就是那从那个才来的 就很经典 就他们有个份 就是比较经典的 老classic 那那个上海话里过去 还有说这人小开是啥意思 小开就那种 不是小克拉吗 不是不是 小开是什么 就是等于是富家子弟 就等于他爸爸 肯定是个老板 难过他爸爸很有钱 但是他小开的最重要的说 就是他什么事情 都不会不懂的 不会干的 不是就甩手掌柜 那那个白相呢 白相是玩 这不就是玩呀 要打扮的脉相 很好的去玩 你知道我想起说什么 他的这个小说一开头啊 这繁花一开头啊 讲到王家卫的那个阿飞 阿飞正传 就是看着这个梁朝伟 结尾的地方 结尾把头发梳的 然后拿两袋钱数 这精装啊 把这个衣服穿好出去 他说那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上海这种人蛮多的 白天出来打牌 白天睡觉 他就是市民种 有一部分人 实际过着 甚至于过着 民国时代的生活都有的 但是收入来源呢 他就靠这个 靠这个 打牌 他甚至于家里有点钱 或者他的生活 真的是等于非常边缘的 但是又特别上海味道 因为他意思说 像有些上海 有一些地方 当然现在都拆掉了 比如说像提兰桥 曹家渡 十六铺 那种地方 鱼龙混杂 它是自然等于 对聚龙起来的 这种城市的副中心 这种副中心呢 他各种经历的人都有 是49年之前 各种背景的人 他还是保持这种样子 有的老头 他还在喝咖啡 还要干什么 放一块饼干 也要摆着 看着这种 他都是过去 那种 那种积累的东西 他就是生态里面 就各种人 靠各种 手段生活 因为我在上海 没少买 这个各种文物嘛 在上海买文物的时候 就碰到各色人的 各色人 他跟北京人 是不一样的 上海人很会吞 就是所谓吞套 就是 不行我就往回退 我要把这个事成吗 比如我 我有一年 我去在那看 一个黄黄的床 特喜欢 喜欢它不行 然后我心里觉得 这床 那个年月 我认为值80万 就已经很多了 但是当我想买 我就追这个老板 这老板呢 他不是做这生意的 他是做 这个喜遇生意的 但是他 赚了钱以后 就老买这些东西 他有各种兄弟 帮他弄 然后我认为 这东西值80万 然后呢 但是你要特别诚心 想买 那你得加钱吗 所以我就挪了100万 我就要买 他说我不卖 这我终身都不会卖 然后我又 为了使他这个能卖 我就要 卯足了劲 给了个不值的钱 就我认为都不值得 贵吗 我就说 我能出120万 买你这床 他想都不想 他把我给剃了 说门都没有 不可能有这事 说我这个什么人 上我这洗澡啊 什么啊 然后这事呢 就那个床 我就老惦记着 就问 隔了两年 他旁边一人给我打一电话 说他那床要卖 马上就告诉我了 我打电话 我说为什么 他这个老婆生孩子 他现在没钱 老婆生孩子了 然后呢 我就很主动 我电话就过去了 我说 我说你那个 听说你那床要卖吗 卖你啊 多少钱 他问我多少钱 他说我不给过120吗 这是说这个 这个古董 古董本身没有价钱 那个价钱 人没的 它不是葡萄 你那个市场上 它有个公斤价钱 我说这样 我说我出个120 对不对 他说对 我说我给你60万块钱的话吧 你是不计教训的 就我那么钱追着你 你不卖我 我那么诚心 还请你吃饭干什么 你过来请我洗澡 你不卖我 然后呢 我给你60万 你不计教训 60万减一万 59万 你答应 一分钟以后 钱就在你账上 二话都 一个科目都不打 他不跟我讨价还价 OK 他有这一套 就那个 就是很不拎 当时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因为我认为 他得跟我讨价还价 磨蹭我 磨蹭我 我当时心里 还是认为80万这个钱 我还是能付的 但是 他OK 弄得我还比较愣 然后我就很快 我就把钱付了 付了以后呢 我又不踏实 因为什么呢 他太痛快了 我又不能不痛快 我把钱付完了以后 第二天我就拆人 因为我那时候在北京的嘛 我说你现在 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干 你上台那把我床给我拉走 因为我怕他 给我卖一便宜 明天又卖一便宜 他卖两回便宜 那床没了 对不对 因为对钱特别着急的人 后面的事就很难说 所以你看 我自己有个台湾的朋友啊 他在这个上海住了很久 他说你看我这个司机啊 他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啊 他说你给他一点小费啊 上海人很知道这里面的好处 他很看重这一点好处 我觉得上海人 其实就确实在这个面子啊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就你离开你家的时候 除了穿睡衣这个事以外 我觉得大家就是对面子这个事 是有一种特别高度的共识 而且他这个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 你包括那个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钱的时候 就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个 有一个邻居阿姨 她就那个自己会做衣服嘛 就从各种各种杂志啊 会找那种那种外国衣服 其实用很便宜的料 打打打打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自己车 各种各样的那个饰样 就打扮光鲜见人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包括以前我看那个 柯林写的文章 他就像他讲上海去那个 找堂子 说里面那个服务生嘛 他接了你那个大衣嘛 他挂上去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眼是什么牌子 就这个一个小瞬间 他能看什么牌子 就你是什么人 然后怎么伺候你 他就知道了 您说起这个年代 我突然想起无关的来啊 您知道我才知道 就是说金老师的父亲 是地下党 当年地下工作者啊 所以在至少在一点上 我在您身上看到您父亲的遗风 他现在还是整天搜集材料 观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